虽然目前离春节还有十几天的时间 但是全国多地已经有了浓浓的年味了 各地的节日市场呢 也都在忙着制年货 备年货 准备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在甘肃兰州市的一家中式面点店 推出了全手工制作的老虎波波 一只只憨太可居 生动有趣的招财虎 醒尸虎 还未出锅就被预定一空 表上看它是一只可爱的小老虎 其实呢把它打开之后 它肚子里边还有很多个小元宝 这些好看的老虎波波工艺复杂 制作起来也相当费时费工 仅这样一只小老虎就要耗时三个小时 每天店里的四个面点师一起赶制 最多也只能做六七十只 老虎波波的价格从98元到168元不等 在安徽天长市 制作风额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风额是天长人过年不能缺少的佳肴 承载着人们记忆中的传统粘味 制作风额的第一道工序 就是将粗盐均匀地抹在清洗干净的 鲜鹅身上开始腌制 我们这个风额腌制 是需要改喻 全都把它采取 一般的腌制大概在4年到4年 就可以把风额 与传统腌制咸鹅不同的是 风额的制作还要经过 鲁叶蒸煮这一步骤 这样一来做出来的鹅不仅能够去除肥脂 肉质也更加细嫩可口 色香味型俱佳 这两天在湖北大野市龙凤山一场 香土年货烟花节盛宴拉开序幕 一大早当地村民们就在各自的展位 晒出当地独有的家乡农副产品 豆豉 龙凤椒 糯米瓷粑 印子粑 土猪肉等家乡特产应有尽有 手工糯米瓷粑是大野一种独特的风味小吃 当地村民通过现场打瓷粑 给大家展示这个传统的制作流程 就像小时候过年的味道 这个桶花量的最好的 我准备带回家买个二三十斤 带回家给家人都尝一尝